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 多层EIT的涂鸦程序的部分 一样的,我们的目的 是以这个涂鸦程序 为例子 来说明 怎么建构多层的EIT体系 也因此呢,来支持 多层的框架 的一种设计 那我们在 上面的几个小回合当中 那么也说明了 这一个 走完了 第一阶段 以传统的类 造型来建构出这个 我们的 面向对象的基本模型 就是有 找到了 Scribler 找到了 DW Point 这两个类 也找到了 Paint 找到了Color 这些类 以及它的 关系 那么 因为我们强调过 这是传统的OAD 并没有凸显这个I 所以呢 我们就 再借由EIT的造型 来表述 这些 这口 比如说 Model 跟View 之间的这口 那么 凸显了这个这口之后 就可以 巧妙的 把它建立出 单层的 框架结构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 利用 潮潮类的概念 建立出 两层的 EIT体系 现在 我们接着 要来基于这个两层的 EIT的体系 来 实际 建构 两层的框架 OK 两层的框架 好 那我们现在 就进入 我们的主题 也就是我们 基于已经建立的 两层的 EIT造型 那么 我们的目标 是来 建立 两层的框架 OK 所以 在上一节里头呢 已经建立的 两层的 EIT造型 但是 仍然是 单层的框架而已 因此呢 我们就 想来建立出 两层的 框架的 这种结构 好 这就是我们在 上一个小回合呢 已经 很顺利的 运用一个 超超类的概念 来建立 两层的 EIT 的体系 但是 仍然是 单层的 框架 这边是 App 单层的框架 这边是 App 这仍然是单层的 框架的 体系 好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就想 建立出 这一个 两层的 框架 体系 两层的框架体系 好 那我们 再稍微回头一下 来看一下 目前的 这一个结构 有什么特性 其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因为 这两边 这一个整个部分 都是属于 App开发者 所开发的 所以呢 现在 是透过 这一个 子民 来 调用 这边的函数 这边有一个虚线 表示调用 就是 这一个script 跟他是有直接关联的 有直接关联的 是他 来 调用这边的 调用这边的 那他这一个 潮潮类呢 目前跟这边是 没有 一个 直接的 调用的关系 调用的关系 那么当我们 在考虑到 这一个框架的时候 我们会 考虑到 到底 这一个 这一个 调用的关系 要不要把它 移到上面来 要不要移到上面来 OK 当移到上面来的时候 那么 这一个 可以减轻 这个App开发者的负担 可以减轻 App开发者的负担 所以呢 那 在建过 两层的框架 的时候 他会把上面 这一个会归到 潮潮类会归到 中间层的 框架 也就是第2层的框架 那 这个部分呢 Script 也可能归到 这一个 这一个第2层的框架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考虑到 如果这条线 还保留在这里 那么 会增加他的很多的负担 好 那如果说 把这个相关的 这个 函数 把它 尽量的往上移的时候 那么很可能 可以变成这样的结构 这样的结构 就是 啊 让他 让他大部分跟他的 这个通信 都是由 潮潮类来担任 那么 这边 啊 子民 只是跟 潮潮类 啊 沟通而已 那这样子 可以增加这边的 内容的 丰富性 增加了这个框架的 一个 封装 跟封闭性 那可以大幅的降低 AP开发者的负担 OK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文字的说明 在刚刚的图里头呢 虽然建立了 两层的 EIT的造型 但是 仍然是 一层的框架而已 然后这种两层的 EIT造型 可作为两层框架的基础 啊 例如呢 我们可以把潮潮类 跟Scribler 还有 这个Point呢 把它归到一个单独的框架 就是 把这两个 合起来 啊 这三个 总共合起来 变成一个小框架 那么 为了让 减轻AP开发者的负担 所以呢 就尽量的 跟这边沟通的 一个 机制 尽量的把它 从这里 移到潮潮类 好 那也增加了 这个框架的内涵 当这个框架的内涵 越多 越丰富 那么 所以 附用的 代码就越多 所以 对AP开发者呢 就越能减轻 他的负担 那越能够减轻 AP开发者的负担 AP开发者就越 会来享用 会来 采用 这个 小框架 因此呢 小框架的 用途跟价值 就更高了 就更高了 OK 好 那这个时候 已经变成了 两层的框架 变成两层的框架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 基于这个框架的一个 特别的设计 就是 能够 让这个 AP开发者 来选择 调色盘的 内容 在目前为止 我们的 调色盘呢 里头的 Answer是写在 Scribler里头 这是我们在 上一个小回合章中 有特别提到 目前 是由Scribler 来决定 把它 写代码 写在Scribler内部的代码 写着是 目前的Answer 是只有四种Answer OK 那么 如果我们 希望 这个Answer的部分 这个Color的部分 可以把它 移出来 移到 AP开发者 让这个AP开发者 可以来决定 这个Color的 颜色 调色盘里头呢 到底有几种颜色 到底是 红黄绿 还是 黑白 蓝 等等的 那么 应该 让AP开发者 来选择 来决定 而不是 在框架里头 做决定 OK 那这样会更好 那么现在 我们就针对 这样的一个目标 来看看 这样子的 一个框架 该怎么 设计 该怎么设计了 所以在这个图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上层的 Service View 是属于Android的 大框架 而这一个 潮潮类 跟Scribler 是属于 潮潮的 小框架 属于潮潮的小框架 那么 MySV 就属于这个 APP的一个类 所以这里是属于App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针对 这样的一个 对AP开发者 非常有益的 一个做法 我们的 这个 潮潮类的框架 怎么来提供给 AP开发者 能够来决定 Answer盘 就调色盘的内容 这接下来我们就仔细来说明一下 由于这个Scribler 类已经不属于App了 这个Scribler 已经属于框架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 能然希望 由App的开发者 来决定 Answer盘的内容 包括 几种Answer 哪些Answer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 需要有一个 新的EIT造型 来 这个帮忙 解决这个问题 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当他这个Scribler 需要 他的协助 需要 来他来 决定 这个时候呢 那么 显然这个E 要来调用他 因此呢 需要有一个I 需要一个I OK 那有I 就会引导出来 我们 找到的 这个E 跟T 找到这个E跟T 所以呢 这个Scribler的 半年的是E 这半年的是T OK 就成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 我们原来的 这一个Color 是写在Scribler里头的 现在呢 要把Color的 决定的代码写在这里 那Scribler呢 就要透过一个I 一个这口I 那么 来跟他取得 这一个 调色盘的内涵 调色盘的内涵 就是 就是说 因为Scribler 他需要跟他 沟通 需要Color他 才能够取得 AP开发者 的调色盘的 决定 因此呢 他需要有一个I 让E来调用 来 才可以调用到T 因此呢 这里就 有一个EIT 呈现了 就有一个EIT 呈现了 这提醒我们 我们必须设计一个I 来衔接这个E跟T 才能生成一个 完整的EIT造型 因此呢 在小框架里头呢 就得定义一个J口 定义一个J口 这个J口是由小框架定义的 这个J口我们取一个名字 叫做I Scribler Color 让这一个T AP开发者来实现 这个J口里头就定义一个函数 叫做GET Scribler Color 因此呢 我们就 定义一个 I Scribler Color 定义这个 函数 定义这个J口 然后这个J口呢 由他来 这个 由他来实现 当然 要由他来实现 也是可以的 只是在这里呢 我选择是由他来实现 那因为 这里头的抽象函数 在这里仍然是抽象函数 所以 这里头没有是实现代码 还是由他实现代码 一样的 所以 由他来实现 跟由他实现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因此呢 这就是 E I T 就形成了 到形成了 所以呢 因为有了EIT之后 就可以 把这个Color 的选择权呢 把它 这个放在 这个APP的开发者 那么一 想要知道 你有提供了几个Answer 那么他透过这个JCO 就可以 GET到 这个Answer 盘的 内容了 那这就是 我们 在 这一个设计成 两层框架的时候 那么 考虑到 这一个有个重要的需求 就是 AB开发者 来决定 Answer 盘的Answer 包括 几色 包括 哪几色 等等的 因此呢 这一个我们就 会引导我们 设一个EIT 就引导我们去设计一个I 来让E来调用 来让T来实现 OK 那我们这里只是 让这个 曹操类 来实现他 但是他没有去 实现他 他直接就让他继承 所以由这个 来实现他 OK OK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看 实际的代码 所以我们 在代码当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 先定义一个J口 定义这个J口 这是 小框架里头定义的J口 然后 由这个 曹操类 来实现他 来真正的 实现代码 倒是写在 MySV OK 那我们现在 针对这个部分 因为代码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就把它省类 那么待会 我们会再针对这个东西 这个 换例 换例3 再继续扩充成 换例4 那个时候 我们就 我再会给你看 完整的代码 里头就有包括 这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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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还在 通通有 所以呢 待会呢 我再给你 帮你做解说 给你看完整的 这个 实现代码 而且帮你做 完整的解说 OK 好 那我们就先 休息一下 谢谢 了哦